我之前上的就是纯粹的一种东西 在做SARAP之前觉得有个产品就一切都OK了 但是实际上有产品或者是有的原型有的技术出来以后 是真正长的一开始 有一个很有名的对比 是阿姨生跟TESLAN 有谁知道TESLAN? 除了这个我不是汽车的 这汽车公司的TESLAN实际上是以他这个才真正的TESLAN认名的 TESLAN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发明家 也是在电穴方面有很多很多的认识 但是他最终失败 也不能失败就是从社会标准是失败 他最终最后死亡才 好像是被遗弃在一个纽约的一个旅馆里 旅馆里面 但是阿姨生就非常非常沉默 比较这两个人都非常鲜明 我觉得TESLAN可能更有魔术师的感觉 有一个电影叫Prestige 讲的是TESLAN跟两个魔术师的故事 也是演绎的故事 TESLAN可能很厉害的一个人从技术上讲 但是他没有商业头脑 他没有搞政治这些头脑 但是你看艾迪生大家都认为是发明家 实际上我觉得他首先是商业 不过你看他的 这个我要讲一下 这个我要讲 首先艾迪生发明电灯炮 不是艾迪生一个人在他的实验室里搞的 是摩根进行了非常巨大的投资 然后雇了一帮人给他打下手 然后所以第一次展示电灯炮 是在摩根的家里去展示那个电灯炮 所以艾迪生的电灯炮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投资 是摩根的钱加上他的talent 加上他手下的一班打工仔 给他的engineer拿干活弄出来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说电灯炮商业化 摩根也是有非常巨大的投资 对对对 你还仔继ес看他的那些发明的体制 其实在 boh有很多的这个 财势的 utilizing sanity 还有商业最晚的关系 很多都是马可业运动上 爱迪生很会做马可业运动也很会 反正也不能再整理 当然他最终还是一个科美大学 爱迪生一开始他是认为要直流船店 他说要直流船店 然后当时在纽约要办个世博会 然后他说我这个世博会要做这些电灯要多少钱 然后爱迪生报了价 然后Tesla他是交流船店发给人 他说交流船店他的报价是爱迪生的一半 所以但是这个东西的话 人家就接受了Tesla的报价 然后Tesla就发了 他确实在这一次起码在这一刻 他是发达达成功的 下次我们做一次的爱迪生跟他做 下次我们再来说 一天起回啊 爱迪生的第一个灯号是在曼洛特展示 就是很怕很多东西都是在什么世博会 是在东西西部发生 然后Tesla很多东西都在东西发生 在当时你们看到 大家会看到这个 吃乐崇拜也是跟东西西部的文化有关系 在1950年那个年代 就是这个这个 纵轴是年代 纵轴是美国所有的讨税的数量 纵轴是纵轴是纵轴 基本的就是微影 有好凝点几个遇见 然后有了四了以后很快直线上升 这个你在这个曲线 它叫Hoppy Stick 就是棒球货的曲线 现在在这个归5的现代 这些服务商 也经常听到 他们很喜欢看这个Hoppy Stick 这是成功的标准 还是用户数量 还是Government 还是Whatever 还是Social Network Riferal之类的 只要有看到这个东西 这个上有非常的这个 非常群细的一个 但是呢 不是Tesla都不能 反倒绝大部分都是失败的 所以我在2009年 去年 14年 14年的时候 199年的时候 我这事儿 我就画了一个图 就是 就是 表示这个startup 一个周期的 恒周是时间 纵周是 投资汇报率 也就是说 你投多少钱 你投入一定钱 你的汇报是多少 你汇报有可能 金钱的汇报 你赚多少钱 或者是你名声的汇报 或者是你在社会上的影响的汇报 首先刚刚 有一个startup 也就是刚才是我们在 刚发明了这么一个复印技术的时候 太牛了 我们就可以 可以改变世界了 我们肯定是世界租载 在这儿 投入一点钱 或者投入一些精力 可能得到很多的知名度 或者是费 我们可能在Tekron上面发个文章 我们发明了激光树 所有人 所有投资上都非常兴奋 给你投很多钱 天使投资 Welcome to Las Vegas 就像SVS一样 在我们南边 之后 就有很长期的研发的过程 或者是你自己在不断的 听起企业机器的过程 这是很痛苦的过程 这也是很多创业没有意料的过程 我们其实也打超过了 这个维持对我们自己的公司 那我当时也没有意料到 这个过程怎么这么痛 所以好像我们去了death value 这是Nobody cares 你看这个上面就是free for all 然后easy types 然后marketing是free 然后sales Nobody cares about sales 但在这儿上的话就是nobody cares 我们再发什么type 我们当时说你这个经验福音书已经 已经发了这么多年 你还没得到成果 你就不感兴趣 不得上也对你有没有什么信心 那你在这个阶段 如果你想赚到一笔钱 你都会花很多很多的心血 而且也会有这种identity 这种crisis 我到底是谁 我这公司存在意识在哪 有点像中年危机的那种感觉 很多的starts在这儿废话 当然一开始 可能有那种weater就是修复 就是这个 如果连这个主意都没有 没有一个很好的起步的话 也很容易没有weater在 但是在这个期间 现在也是分开人 跟强人 跟差不多的人 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数 那之后呢 就看好了 从我们南部一直流往上线 往北一直到sumity 就是忽然间一切都很好 然后所有动力往上 就是hockey steel 所以我们看就是在斯勒的这个研发过程 就是从画面不继续转发过程 也非常非常痛苦 痛苦呢 我引用一些文章的话 他首先遇到了非常多非常多 unexpected 所以就是 代表有个技术难题 one after another 然后people 就是人们 soul discovery 非常非常少 他们有些人甚至想 想把整个人都能卖个IDM 如果卖个IDM 这个意思 会是什么样子 那 他们当时呢 就为了研发 为了走过中间这个阶段 花了75个million 就是750万 在当时的1915年 如果用cpi 就是consumer price index 换算成现在的标准 它就是六个亿 就是六个亿 那这个六亿是什么概念 是他们当年两倍的收入 他们亏了很多很多钱 就为了把这个东西搞定 而且花了很多很多年 那很多人 他们那会儿就是可以找投资商 没有人愿意投 只有那些最有vision的人 他愿意投 其中有一个理学投资商 就是 就是 Lochester University 他们很有眼光 那现在Lochester 也是很美好的一个学校 也是当时 我觉得也是当时 他支持了师哥 支持那个 这个科达 那么他说 他们投资了他们以后呢 就说 Please do not be mad at us if we have to sell it later to cut the cost 就说他们当时买了一些股票 为了维持这个适合运行 但是他就说 如果我们过天卖了 就为了我们 减轻我们的这个 这个损耗的话 请不要对我们生气 那有些 他们这个师乐当中 有些这个高层的 高层的这个支援官 他们就把自己的家当 都抵押在那儿 所以非常非常坚固 那同时呢 在这个 这个师乐研发的工作环境 也是非常的坚固 那怎么讲呢 但是这个有 他们租为一个工棚 这个棚子的下面这个 石道的 叫什么 的 泰尔 立行水问题 所以一到夏天一晒 就往下滴油 只从往下滴油 有的时候滴到人的工程身上 或者有的时候滴到设备身上 然后后来呢 嗯 就换了一个办公室 但是 那个东方总统是环境也很糟糕 这个 这个 但是 总能看到 拉满这个 猪的火车走来走去的 在他们的房间 很吵 但是呢 即使在这么不坚固的环境下 每个人 KIDA 就非常非常嗨 非常嗨 然后Union people forgot their 就是没工会的人 也根本就不记得 他们做没工会的人的责任 就是跟老板打架买 上前把工了 他们也不罢工了 整天就要要 要真实一点 把这机器改出来 那么Bosses forgot performance waiting 就是老板呢 也忘了给人工的这个 这个绩效场合 也都 目标非常明确 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那很多人呢 就不能把这个 因为基本有两部分 一部分是工程师 设计环境的人 另外一部分也是在 同样的一个环境中 做的这个 就是组装工人 很多情况 你根本就分不清 哪个工程师 哪个成功人 所以 没有人愿意去 就是周末 或者是什么时候 因为自己的一个事情 把这个进步拉起来 所以 所以你看 大家的 环境非常艰苦 但是 钱也很少 大家也乐情很高 为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过 所以 所以 这个 人生的意义 或者一个 第一件事的意义 我觉得 最根本的来源之一 有一本书也是我自己很想 推广的书 可能我也知道我自己 自己做事的一个书 就是 Victor Franco 叫 91340年 就是 他在 纳特基金融想到 一边受罪 一边想到 人生状态的回事 我来发明出他自己的一套精神 心理学的理论 就是说 他说 活着的意义就是要找到 活着 人之所以活着就要找到生命的意义 就看很多 很多人 我也跟很多创业者 找他的时候 就问他们 你觉得最有利益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就是他们就觉得 我自己也怎么觉得 最艰苦的时候 我跟我的口放整天都睡在地上 也没有饭吃 整天吃了三个月 连吃了三个月 那个速冻脚龙的时候 其实那是最快的时候 为什么 不是因为 我喜欢吃的最 而是因为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经过这么有意义的 一段挣扎以后 第一台 现在附近 著名的是 914 我认识以后 这个机器呢 很不可靠 每天的机器需要配一个面狗器 因为 因为 因为它这个 底部的机器就是把你吹出来 在那个吹的时候 吹得一度大 一大一会儿 等会儿 空烤的那个 加热器 会把贴在加热器上 就会消火 所以总有一个 需要有一个 可面狗器 而且必须要有一个 就是我一个操作员 一直在看着它 然后有一个操作员 就是说 它就像一个 一个动物一样 或者说 一个野兽一样 就是我一开始 就觉得对它很害怕 但我们 室乐的技术人员说 你不要害怕它 如果你要害怕它的话 你才不会工作 所以我后来又试着 不害怕它 但后来我发现 它是的确是一个 很好的同志 我一不害怕它 他就喊到清广化 但是书里还有一段 就是 94-1 的确有 有一种 很特别的 动物的 动物的性格 It has to be fed 再看一看